魔道祖师 第四章 亚骚 八 兰启仁从清河返回姑苏后 并未让魏无羡再次滚到藏书阁去抄兰家家训 只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骂了一顿 除去引经据典的内容 简化一番意思大概就是 从未见过如此顽略不堪厚颜无耻之人 请滚 快点滚 滚得越远越好 不要靠近其他的弟子 更不要再去玷污他的得意门声兰旺基 他骂的时候 魏无羡一直笑嘻嘻地听着 没有半点觉得不好意思 半点也不生气 兰启仁一走 魏无羡就坐下了 对江城道 现在才让我滚远 不觉得晚了点吗 人都玷污完了才叫我滚 来不及了 彩衣镇的水行渊 给姑租兰氏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这东西无法根除 又不能像温氏那样将他驱赶到别处 兰家家主常年闭关 兰启仁为此大耗心力 讲学的时辰越来越短 魏无羡带人到山中溜达的时间 就越来越多 这日他又被七八个少年拥着要出门去 途经兰家的藏书阁 从下往上看了一眼 穿过眼印的竹玉花枝 恰恰能看到 兰望鸡一个人坐在窗边 聂怀桑那门道 诶 他是不是在看我们这边 不对啊 我们刚才没怎么喧哗 他怎么还这个眼神 魏无羡道 多半是在想 怎么救我们的错吧 江城道 错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 我看啊 他盯的多半就是你一个人 魏无羡道 等着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 江城道 你不是嫌他闷 嫌他没意思吗 那你就少去撩拨他 老虎嘴上拔须 太碎头上冻土 整日作死 魏无羡道 嗯 错 正是因为一个大活人 居然能没意思到这个地步 那可真是太有意思了 临近五十 他们才返回云深不知处 兰望鸡端坐在岸边 整理他抄写好的一叠纸 忽听窗铃咯咯轻响 抬头一看 从窗外飘进来一个人 魏无羡 攀着藏书阁外的那棵玉兰树 爬了进来 眉飞色舞道 哎 兰战 我回来了 怎么样 几天不抄书 想不想我啊 兰望鸡如老僧入定 视万物如无物 甚至有些麻木地 继续整理堆成小山的书纸 魏无羡故作取解他的沉默 你不说我也知道 必然是想我的 不然刚才怎么从窗子那看我呢 兰望鸡立刻看了他一眼 目光寒满了无声的谴责 魏无羡坐在窗子上 道 嘿嘿 你看你 太好调了 就这两句话就上钩了 太沉不住气 兰望鸡道 走 嗯 不走 你嫌我下去啊 看兰望鸡的脸 魏无羡怀疑他再多说一句 兰望鸡真的会抛弃 谨慎的涵养 直接把他钉死在窗台上 连望道 别这么吓人嘛 我来送礼赔罪的 兰望鸡想也不想 立刻拒绝 不要 魏无羡道 真的不要 见兰望鸡眼里 隐隐露出戒备之色 他变戏法一样 从怀里掏出两只兔子 提着耳朵抓在手里 就像提着两团 浑圆肥瘦的雪球 两只小兔还在胡乱蹬腿 他把他们送到兰望鸡眼皮底下 你们这也怪 没有山鸡只有野兔 怎么样 肥不肥 要不要 兰望鸡冷漠地看着他 好吧 不要那我送别人了 刚好这些天口里淡 听到最后一句 兰望鸡道 站住 魏无羡贪手 我要没走 兰望鸡道 你要把他们送给谁 谁兔肉烤得好吃 那就送给谁了 云身不知处境内 静止杀生 龟讯背第三条便是 那好 我下山去 在境外杀完了 再提上来烤 反正你又不要 管那么多干什么 给我 啊 你又要了 你看你总是这样 两只兔子又肥又圆 像两团胖胖的雪球 一只死鱼眼趴在地上 慢吞吞地半响也不动一下 嚼着菜叶子时 粉红的三半嘴 慢调死里 另一只 浑似吃了豆帅丸 一刻不停地上窜下跳 在同伴身上摸爬滚打 又扭又弹 片刻不得消停 魏无羡扔了几片 不知从哪儿捡来的菜叶 忽然道 哎 蓝湛蓝湛 那只兔子踩了一脚 蓝湛的燕 在书案上 留下了一排墨汁脚印 蓝旺鸡不知道该怎么办 正拿了纸 严肃地思考该怎么擦 本来不想理他 但听他与其非同小可 以为有故到 何事 你看 他们这样叠着 是不是在 啪的一声 蓝旺鸡略失优雅地 置了笔道 这两只都是公的 啊 公的 奇也 怪也 他捉起耳朵 提起来看了看 确认道 嗯 果然是公的 公的就公的 我刚才的话都还没说完 你这么严厉干什么 你想到什么了 说起来 这两只是我捉的 我都没有注意到 他们是雌是雄 你竟然 嗯 蓝旺鸡终于把他 从藏书阁上揪了下去 一关窗 把颤动的 簇簇蓝花枝 和魏无羡的笑声 都关在了窗外 第二日 蓝旺鸡就不来一起听学了 魏无羡的座位换了三次 他原本和江城坐在一起 可这位置太显眼 他便坐到了蓝旺鸡身后 蓝旗仁在上面讲学的时候 蓝旺鸡坐姿笔直 犹如铜墙铁壁 你就算在他后面睡得昏天黑地 糊涂乱血 除了偶尔会被蓝旺鸡 突然举手截住 他置给别人的纸团 可以说 真是个风水宝地 可后来 被蓝旗仁查出其中的机关 将他们掉了位子之后 从此 只要魏无羡坐姿不端 就感觉有两道冷冷冰冰的 犀利目光扎在自己的背上 蓝旗仁也会恶狠狠地瞪过来 无时不刻 都被这一老一小监视着 急不痛快 而春宫案和双吐案之后 蓝旗仁认定 魏无羡是个漆黑的染缸 正怕得一门声受他的污染 静默者黑 忙不迭地让蓝忘记不要再来了 魏无羡又坐回了老地方 倒也相安无事 过了一两个月 可魏无羡这种人 永远好景不长 云身不知处内 有一堵长长的漏窗墙 每隔七步 墙上便有一面精致的 镂空雕花窗 雕花面面不同 有高山抚情 有凌空欲见 有斩妖杀兽 蓝旗仁讲解 这漏窗墙上的每一面漏窗 都刻的是 姑苏蓝氏一位仙人的生平市集 而其中最古老 也是最著名的四面漏窗 讲述的正是蓝氏立家先祖 蓝安的生平市集 这位先祖出身庙宇 林范英成长 通会姓林 年少便是远近闻名的高僧 若冠之林 他以截蓝之蓝为姓还俗 做了一名乐师 囚仙问道途中 在姑苏遇到了他所寻的天定之人 与之结为道旅 双双打下蓝家的基业 在仙旅身隐之后 又回归寺中了结此身 这四面漏窗分别正是 茄蓝 席月 道旅 归继 这么多天来 难得讲了一次这样有趣的东西 颇有意语 虽然被蓝启人 硬是讲成了干巴巴的年表 魏无羡却终于听进去了 放学后笑道 原来蓝家的先祖是和尚 怪不得了 魏欲一人而入红尘 人去我亦去 此身不留尘 可他家先祖这么一个人物 怎么生得出 这么不解风情的后人 众人也是料想不到 以古版文明的蓝家 会有这样的先祖 纷纷讨论起来 讨论着讨论着 心中便歪到了道旅之上 开始交流 他们心中理想的先旅 品评如今文明的先子们 这时有人问 紫萱兄 你看哪位先子最优 魏无羡语江城一听 不约而同地 望向蓝室前排的一名少年 这少年 眉目高傲俊美 额尖一点丹沙 衣领和袖口腰带 都袖着金星雪浪白牡丹 正是蓝陵金氏 送来姑苏教养的小公子 金子萱 另一人道 这个你就别问紫萱兄了 他已有未婚妻 听到未婚妻三子 金子萱嘴角似乎撇了撇 露出一点不愉快的神色 最先发问的那名弟子 不懂得察言观色 还在那乐呵呵地追问道 果真 那是哪位的先子 必然是精彩厌绝吧 金子萱挑了挑眉道 不必再提了 魏无羡忽然道 为什么不必再提 蓝室中众人都望向他 一片惊诧 平时魏无羡从来都是嬉笑笑的 就算被骂被罚 也从不生气 而此刻他的眉间 却有一缕显而易见的力气 江城难得没有斥责魏无羡找事 坐在他身边 面色也极不好看 金子萱傲慢道 我不想提及此事 有何不可 魏无羡冷笑道 不想提及 你对我师姐有什么不满 旁人窃窃私语 三言两语明白过来 原来方才那句捅了个大娄子 金子萱的未婚妻 正是云梦江氏的江艳离 江艳离是江棉峰的长女 江城的姐姐 性情不争 无亮眼之颜色 言语平稳 无举之余味 终人以上之姿 天赋亦不惊事 在各家仙子群方争艳之中 难免有些黯然失色 而金子萱与之恰恰相反 他乃金光善正是独子 相貌傲人天资夺目 若是以江艳离自身的条件 照常理而言 确实与之不相匹配 甚至连与其他世家仙子 竞争的资格都没有 江艳离之所以能与金子萱定下婚约 是因为母亲出自眉山渔氏 而于是与金子萱母亲的家族 关系非常要好 金氏家风惊傲 这点金子萱继承了十成十 眼界甚高 早就对母亲安排给自己的 这门婚事极其不满 今天得准了机会 恰好发作 金子萱反问道 那他究竟有何让我满意的 这语气难说尊重 江城豁然站起 魏无羡把他一推 自己站到面前 你以为你就很让人满意吗 哪来的底气在这挑三拣四 因为这门轻事 金子萱对云梦江是素无好感 也早就看不惯魏无羡为人行事 更自诩在小辈中独步 从未被人这么看清过 一时血气上涌脱口而出 他若不满意 你让他解了这门婚约 反正你的好事解我是不要 你若稀罕 那你找他的父亲去 他不是带你比带亲儿子还要亲吗 江城目光一宁 魏无羡怒不可接 飞身扑去提拳便打 金子萱虽然早有准备他会发难 却没想到他发难得如此迅速 话音未落就杀到 挨了一拳 麻了半边脸 一语不发 当即还手 这一架打的是惊动了两大世家 江峰眠和金光扇 当天就从云梦和蓝林赶了过来 两家家主看过了罚贵的两个人 再到蓝启人面前受了一顿痛斥 双双抹汗 寒暄了几句 江峰眠便提出解除婚约的意象 他对金光扇道 这门婚约本来就是他母亲执意要定下的 我并不同意 如今看来双方都不大欢喜 还是不要勉强的好 金光扇吃了一惊略有迟疑 无论如何 与另一大世家解除婚约 总归不是件好事 他道 哎 小孩子能懂什么事 他们闹他们的 封眠兄 你我大可不必理会 江峰眠道 金兄 我们虽然能帮他们订婚约 却不能代替他们旅行婚约 毕竟将来要共度一生的 可是他们自己 这桩婚事原本就不是金光扇定下的 若想与世家联姻巩固势力 云梦江氏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也不是最好的选择 只是他不敢违背金夫人的意思 既然由江家家主主动提出 金家是男方 没有女方那么多顾虑 又何必纠缠 何况金子轩一向不满江雁离这个未婚妻 他是知道的 一番考量 金光扇便大着胆子 答应了这件事 魏无羡此时还不知道 他这一架打散了什么 跪在兰奇人指定的石子路上 江城走过来讥讽道 你倒是跪的老师啊 魏无羡幸灾乐祸道 我常跪你又不是不知道 但金子轩这丝肯定娇生惯养没跪过 今天不跪的他哭爹喊娘 我就不兴慰 江城低头片刻 淡淡道 父亲来过了 师姐没来吧 他来干什么 看你怎么给他丢脸吗 他要是来了 能不来陪你 给你送药 魏无羡吸了一口气 师姐要是来骂我几句就好了 幸好你没有动手 江城道 我要动手的 要不是被你推开 现在金子轩另一边脸上 也不能看了 魏无羡捶地笑道 他这样的脸不对称 更丑 其实我应该让你动手的 我站在旁边看着 这样江叔叔没准就不来了 但是没办法 忍不住 江城哼了一声 轻声道 你想的没 魏无羡这句话 不过随口说说 可江城心情却十分的复杂 他心知肚明 这并不是假话 江丰眠从来不曾 因为他的任何事 而一日之内 非复其他家族 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 大事还是小事 从来没有 魏无羡见他脸色郁郁 以为还在为金子轩不痛快 道 你走吧 不用陪我了 万一蓝旺鸡又来了 你被他抓住就不划算了 江城威绝诧异 他来干什么 他还敢来见你 魏无羡道 谁知道呢 要么他叔父叫他过来 看看我跪好了没有吧 那你当时跪好了没有啊 当时我是跪好了 等他走出一段路 我就拿个树枝 低头在旁边的土里挖坑 就你脚边的堆 那儿有个蚂蚁洞 我好不容易找到的 等他回过头来的时候 看到我肩膀在耸动 肯定以为我是哭了还是怎样 然后跑过来问我 你真该看看 他看见蚂蚁洞时的表情 你还是快给我滚回云梦去吧 我看啊 他永远都不想看见你了 于是当天晚上 魏无羡就收拾东西 和江峰眠一起滚回云梦了